截至上个月底有近1400对情侣预定在这个月里注册结婚 其中的100多对情侣决定使用远程视频方式来进行仪式 在阻断措施放宽期间 当局仍将提供远程视频注册方式来确保情侣安全的如期结为夫妻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表示远程视频注册在5月20号推出后 在两个星期内有120多对情侣选择使用 这方便情侣能在疫情阻断期间如期的进行注册 当局也鼓励情侣选择这样更安全的方式 而选择亲自前往婚姻注册局注册结婚的情侣 仪式上不包含注册官最多只能有10人出席